我在里面藏 藏什么 我们在里面藏一队解放军 那如果台湾的政府认为是 是大陆人 就是间谍 就有国安疑虑的话 那这种指责我觉得是 我只能够说是无聊 无知 无赖 我心想 我在里面能干嘛 你告诉我能干嘛 第一我们是在三楼以上 下面全是捷运的 或者是其他铁路台铁的 跟我们零关系 我们连管都管不了 第二上面都是商场 我在里面藏炸弹 我在里面藏 藏什么 你说吧 我都想不出什么东西了 我们在里面藏一队解放军 所以里面的所有的 里面我们所有的员工 全部是解放军去装的 好不好 我想叫解放军过来 藏在这里面 我都做不到啊 人家不听我的 我花钱也聘回了他们过来 去做我的保安 我明白什么 无聊嘛 台北车站是不是应该 有一个国安疑虑 这个问题我想台湾人民应该 很清楚吧 因为所有人都每天经过台北车站 那么那个 他的国安疑虑是从何而来 那么 以后我们要建的是 shopping mall 是办公楼 是旅馆 那么这些旅馆 这些office 这些 shopping mall 究竟是 有没有国安疑虑 所以我们提出来问嘛 那么以后 大陆人 能不能进这些shopping mall 那么 花旗银行 汇丰银行 要在这个大楼里面去办公 是不是需要经过投审会认定 或者是国安局去做调查 这一点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为office跟那个 商场 是不是国安疑虑 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台湾的政府认为是 是大陆人 就是间谍 就有国安疑虑的话 那每天来台的路客 不单是风险 不在于拿猪肉过来 还拿带着国安疑虑过来 你明白这意思吗 那我在大陆聘人 跟我在台湾开公司 聘用台湾人 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那个 郭董事长在大陆 不是有几百万员工 或者一两百万员工吧 我希望这一两百万员工 不是台湾搬过去的吧 肯定是大陆人吧 那这种指责 我觉得是 我只能够说是无聊 无知 无赖 他们问了我们 至少七次还是八次吧 就给资料 但是呢 这一次否定我们的 所提出的理据 疑惑 或者是一些信息的一些定义 从来没给过我们 但是你问了八次 都问了东南西北 然后你现在就觉得 我不对的地方 是一二三四 我们就问了 你为什么当时不问我们 一二三四 你为什么只问我们 东南西北 显然嘛 因为他们知道 问了我这么多个ABCD 我在东南西北 我们都很好地回答了 如果他继续问我们 那个一二三四的话 可能给回他的回答 又让他不晓得怎么办了 所以他就算了 有任务在身 所以赶快完成算了 那怎么办呢 那以后再说嘛 所以就算了 就好了 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